大家好 俗话说呢 文无第一 武无第二 这句话呢 实际特别适合中美之间的较量 中共这边经常说呀 中国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优于美国的制度 当然这个属于文斗 都是打嘴炮 你说怎么去比他谁好谁不好呢 只能说自己的老百姓制度 自己的人民制度 说的具体一点就是 美国人民他肯定知道 哪个制度好不好 那你口袋有多少钱 生活自不自由 这里是贴心的体会嘛 但是你在嘴巴上没法去跟他较量呀 因为中国这边有那么多韭菜 五毛粉红战狼 哪怕肯定烧饼 他就是说中国好 那这个你没有办法 因为他也没有在美国生活过 有一些人呢 他虽然生活在美国 他也说中共好 为什么呢 他弄钱的嘛 他收割那些韭菜的钱的 所以这个文斗啊 没有意思 大家只要看清楚 这个事物的本质就嫌了 打嘴炮是我比较反感的 那么再说五无第二 那就是武装力量碰到一块 那你就是没法吹了 就比方说徐晓东跟雷雷比武一样 那你要说这个太极的理论 可能徐晓东还说不过雷雷呢 对不对 但是两人在那一出手 那不是几秒钟就把雷雷打得满面 桃花开吗 对不对 那这就五斗 那就是没有第二 只要出手呀 必须分出个一二了 那么中共这边啊 有很多这个吹骨手吧 像金灿荣之类的 经常说是中美之间开战 两小时之内 把美国部署在太平洋的部队 全部给他摧毁 这个话我相信啊 很多人都听了无数遍了 包括前天江泰公做的那个节目 胡锡进还在说 打台湾就是几个小时的事情 台湾能坚持24小时 以处不易 48小时已经是坚持到底了 那他的意思很明白吗 武统台湾最多48小时嘛 这都是打嘴炮 那么我们实际啊 要把这两个武装力量放在一块 碰撞一下就知道了 也许呢 最近可能中共嘴炮打了一点猛 这两天呢 美国海军发了一张照片 这个照片啊 确实把中共这个脸呀 是打得啪啪啪的 这个照片是拍的 美国驱逐舰马斯汀号的舰长 跟大副坐到这个观测台上 翘着二郎腿 看着前面的辽宁舰 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很有喜剧感 先开始上很多人呢 看了这张照片以后呢 搞不清楚这个细节 觉得这有点奇怪呀 这个美国的舰舰两个指挥官 怎么会翘着二郎腿 看着辽宁舰呢 那么结果呢 现在后面的细节出来了 虽然描写的比较少 但是我们从中呢 就能看出两方的战力到底怎么样 据说呀 这是辽宁舰啊 想到南中国海去 然后呢 马斯汀号呢 在台湾东北部啊 跟上了辽宁号的战斗群 然后呢 马斯汀号呢 就是逼近了辽宁舰战斗群 应该是对辽宁舰编队 做出了挑衅的动作 这个时候呢 辽宁舰的护卫舰 实际也是驱逐舰啊 就过来呢 想驱离马斯汀号 实际马斯汀号这个动作呢 是一套战术动作 然后他迅速的 把这艘驱逐舰 引离辽宁舰以后呢 又过来 把另外一艘这个护卫舰的 也从辽宁号旁边给吸引走了 然后迅速的呢 脱离了这个接住 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以后 紧接着调转船头 在辽宁舰不远处 伴随着辽宁舰 慢慢的航行 然后舰长跟达夫啊 坐在观测台上 翘着矮狼腿 看着辽宁舰 没准喝着咖啡抽着雪茄呢 这都有可能性啊 这就可以说是啊 马斯汀号是完全 细耍辽宁舰 那你想如果是实战的话 到这个时候 那不要说放鱼雷呢 箭炮都把它打成了 所以这个事啊 真是太可笑了 双方一接触 在没有开一枪一弹的情况下 就凭这些战术动作 跟这个舰铁的性能 就把中国辽宁舰的一个编队的 两个护卫舰给从这个旁边引走了 那你想想 差距在哪呢 因为这个照片啊 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啊 正常情况下 不可能是这样的 不可能让敌方的一个驱逐舰 这么近的靠近辽宁舰 我们看辽宁舰那张照片 就是他在正常抗星的时候 两边一边一艘护卫舰 肯定要保护他们 但是这张照片就看到 舰长更大幅的 悠闲的看到辽宁舰说 这真是我们的一盘菜 要开舰了 就把它给灭了 当然了 因为我们没有影视画面啊 我们不知道 马斯廷号的围绕着 辽宁舰这个舰斗群啊 做了怎么样的一个舰术动作 那两艘护卫舰给引开了 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假如说我们把这个舰船 换成飞机 你再去想象这一幕的时候 你就很容易理解了 因为什么呢 这个马斯廷号啊 跟这个瓦良格号这个航母啊 就是有代差 差的肯定就是一两弹 你虽然都看了这个军舰 那个性能是完全不同的 那就是突拉机跟奔驰的区别 那个性能上是有绝对的区别的 因为这个舰船啊 它整体速度比较慢 可能我们这样脑海里去想的 可能有点难 但是我们如果说 把它换一个场景 换成空战 就是中国的这个飞机啊 相当于还是那个七十年代的飞机 现在呢 来了一个美国的F-35 这两个飞机相遇的时候 你可以想象那个场景 F-35的飞行员 看你这个七十年代的飞机啊 就是慢动作 人家可以在你周边啊 做无数的动作 你连反应都没有 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是很理解 就是在这个马斯廷号 靠近辽宁舰的时候 那么按照他的规定动作 他的驱逐舰肯定要过来驱离他 马斯廷号可能是快速就把他吸引开了 然后掉头加速过来 逼近另外一艘 又是这样的一套动作 又把他吸引开了 回头呢 他转到辽宁舰旁边 在那个海上悠闲的游异 然后两个指挥官坐到那儿 调侃这个辽宁舰的战斗力 估计就是这样一个画面 有关这个武力方面的 那真是五无第二 那出手就知道 很多人可能没有去打过链 我的感觉太明显了 就比方说在沙漠里头 打那个长耳兔吧 那个兔子是跑得飞快 从你面前过去呢 就是最多两秒钟 我跟教练一块去打 那就是教练的命中率 比我高的太多了 因为人家在一秒之内 就做出了反应 我这两秒钟还是很仓促的 那么这个东西哪有可比性呢 你旁边的人看起来 两人都在那举枪了 实际人家教练比我快了一秒 要是我们在那相互射击的话 同样别人看的举枪 实际我已经倒地了 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所以在武力面前啊 你吹牛 骗骗那些国内的粉红五毛九菜 骗骗那些成天看这个神剧的人 那是没有问题 你想骗那些真正有思考能力的人 人家也是不会信的 所以呢这张照片呢 确实还有一种喜剧感 所以我在第一时间呢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假如说大家有更多的资讯呢 也可以提供 因为我现在看到的呢 就是这么一点 近期的节目呢 也算是看图说话 那我们就讲到这吧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 谢谢